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块可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 所以经常有不少的同学同志 经常和我探讨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借助这个机会 我和大家聊一聊新的因素 对肿瘤形成的影响 那么具体来讲 肿瘤和其他疾病不同之处 就在于常年人们形成了 肿瘤是一个绝症的观念 甚至胆癌色变 人们得了肿瘤就不可治 那么这样导致的肿瘤患者的心理负担 也是非常重的 但这是从患癌的肿瘤这个角度来讲 患者来讲 那么我们讲WHO 现在2002年 就明确地确定下来 肿瘤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慢性病 它是肿瘤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 治疗方式 或是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 可以得到控制 甚至可以得到治愈的一种慢性病 是吧 所以对我们一些已经患癌 或是有高度患癌风险的这个 同志们来讲 是吧 你要明白 随着现在医学的发展 是吧 所以我们中西医结合 医疗水平的不断的提高 那么癌症是可以可防 可治的 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 是吧 不需要过分的碳癌色变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吧 我们心理因素是吧 可以直接或间接的 是吧 与我们癌症的恶化形成 都有明确的关系 那么据统计呢 将近有三分之一的癌症 是吧 往往是由心癌症 而至少有40%的癌症患者 它是死于心理因素的 比如说 孤独 恐惧 绝望 和极度这种悲哀情节 是吧 和一种的恶化 种的产生 都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是吧 我们在病房 曾经遇到这么些患者 上午之道 是吧 他得了癌症 甚至到下午的时候呢 是吧 到晚上的时候呢 突然暴毙 突然什么 弃绝身亡呢 是吧 不在少数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吧 我们经常会见到 那就说明 心理因素 确确实是在 实际 实际当中 是吧 实际临床当中 包括实际生活当中 是吧 和我们各种各样疾病的 突然的种猝死 是吧 甚至癌症的 兴俗的恶化 甚至死亡 是吧 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吧 我们要对 一些高危人群 甚至患癌症的患者 包括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压力 是吧 都非常大的一些中青年的一些 这个同志来讲 是吧 都应该充分关注 认识到这个心理健康和心理管理 是吧 在预防肿瘤方面 确确实实 是吧 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那么从具体来讲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医生 是吧 我在和病友或者病人 是吧 进行交流当中 如何呢 告诉病人 是吧 起灌速 让他知道 是吧 这个自己的这种心理管控 是吧 和种族的这种形成 包括种族的恶化 种族的疑惑 是吧 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时候呢 我从哪些角度 是吧 和大家谈这个问题呢 那么首先第一个讲 是吧 这个 所以如果说 对一些病友来讲 如果你已经患癌 或者正在接受中西 一结合治疗 那么这批患者来讲 那么你如何 能够做到 健康的去管理自己的心理 是吧 减少由于心理因素的恶化 而带来 疾病的恶化 或者带来肿瘤的这种 转移或者复发的问题呢 那么第一点 是吧 和病友交流的时候呢 我建议了 多和心态好的病友 去交流 而且学习 一些心态好的人 学习他们是如何面对 如何处理 是吧 这个各种各样 就由于肿瘤 所带来这种心理这种压力 是吧 稀奇的 也不要去和消极的一些患者 或悲观的人 是吧 在一起 否则的话 你会受到他的感染 你摆脱不了这种 癌症的恐惧 是吧 从而来讲 那么你的这种 恐惧的心理 同样会传播 或者感染其他的人 是吧 对别人的这个患者呢 会产生一些非常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 不但帮不了别人 帮不了自己 是吧 会整个这个 带来很多的这种负面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